以后过安检口那个人在拦你 报警 老同红桥出发的朋友 是不是跟我一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办好登记牌之后 然后你进安检 然后那个口呢 总是有三四个 岁数挺大的 像社会闲散人员啊 咱就说白了跟老流氓似的 你站在那 特别粗鲁 出一登记牌 然后拦住你 你们是不是都遇到过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 今天呢 我就因为这个哥们的态度特别不好 我就让安检投诉了 安检跟我说 这不是我们的人 震惊我 这是东方航空的工作人员 他们有一个表啊 就是今天这个航班可能超瘦的 或者是满员的 他们会控制每个行客的手机行列 合情合理啊 但是你应该在你的登记口 办登记牌 或者是你的飞机上飞机之前 检查这件事 安检口那是一个公共地带 因为安检呢 都是相当于被 应该算执法人员控制的地带 东方航空你怎么有权利 能够在公共场所 随便的检查大家的登记牌和身份证 现在经常有一个诈骗 但是怎么诈骗呢 给你打电话 严先生 您的航班呢 因为天体原因取消了 你可以申请退票 然后呢 他会给你发一些什么链接等等 然后可能让你 就是我后面就不知道 因为这个事我也接到过诈骗 那就现在说 虹桥机场门口的安检人员 有没有可能拿到我的机票信息之后 把这个东西给到诈骗分子 因为他不是说真的警察啊 你看这个照片 这工作人员穿成这样 这像执法记录仪吗 这像警号吗 我作为一个老百姓 我分不清楚这个是一个东方航空的工作人员 还是说这是一个公务人员 对吧 我觉得大家你们能分出来吗 我还跟你们说 我说我也是做摄影摄像的 我敢配这样的摄像头吗 我不敢 这张照片知道谁拍的吗 警察叔叔 因为我报警了 那我其实报警之后呢 警察叔叔就说啊 都是工作 大家就宽容一下 我说今天我既然选择了报警 我就是来较真儿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作为一个 天天每天从空调 我一年可能得飞个二三十回 我又作为一个媒体行业 我们都选择陌生不说话 那这个社会就容忍这件事了 我说我既然找人 就是要较真儿这件事了 警察叔叔跟我说 第一他明确跟我说 他们没有权利检查我们的身份证 以及登记牌 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他检查登记牌的时候 你可以看看他那里 但是我建议大家 直接就回绝掉 你没有这个权利 看我涉嫌个人隐私的东西 第二 警察叔叔说 你既然也是一个 在网络上有一些粉丝的人 你可以到网上去呼吁一下 禁止像他们这样的人 穿这样的衣服 他们也没办法 那你说每个人都能这么穿的话 大警察拦着我查我身份证 这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事情 后面还说怎么着呢 警察说以后你到那 你就拍视频 他们怎么做的 做得很粗鲁 你再报警 这就是今天我的一点点经历 分析给大家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个人信息在如今 已经泄露如此严重的时代 我们大家自己一定要重视这个事 不是说谁要看你的身份证 看你的登记牌 知道你的个人信息 就能给的 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 那首先红桥机场这几个人 他们的身份就不合法 其次 东方航空一直这么干 我以前是东方航空的警察会员 我现在买海航买国航 我绝对不买东方航空 服务下降之余 这种做法跟流氓 无有任何差异 所以今天分享给各位经常出差的朋友 选择从红桥机场出差 以后过安检口拿两件行李 那个人在拦你 报警 红桥机场的电话 派出所2238-0990 OK 给您看看 别以为 谢谢观看